有麥克風、攝影機、燈光 攝影機和麥克風永遠都是的士 好,我想問你,有沒有裝?有香? 有裝,裝完就沒事 真的? 裝完就沒事 是很奇怪的,尤其是我第一次 我記得空宵的時候拍第一部Pomo 就叫做夜間的士 這個節目的Pomo 那一次是文師兄在這裏 哦,文師兄大家都知道是誰 文師兄在這裏 他幫我們燒了東西之後 那時是未燒的 設置時的機器已經不成功了 時間已經很急說了 他很有趣 那時候我第一次不燒完就沒事 螢幕又看得回 然後那些方面,卡也不會怪怪的 那時候我都不覺得 真的這麼神奇 然後那次,我記得我拍到一個位 那裏是哪裏? 那裏是柴灣的江沿鎮角 的一條山路 拍攝那天,其實好像前一天 那後一天是7月14日 那個故事就是說一個 的士司機 悟闖了一條山路 他應該是遇到一些東西 然後就被鬼靠 那故事 那故事就要在一條很陰森的山路上去拍 那旁邊就是江沿鎮 那已經很陰森 然後就 我拍到去 我由六點 我正氣一半 即是六點 差不多就拍了 開始拍,拍到去凌晨1點鐘的時候 其實3點左右 Henry也是 我突然間 我在看螢幕 看螢幕 即是看鏡頭是否收貨 或者有什麼問題 我看了一個位置 我的眼睛好像被一些白色的東西張住了 張住了 當然頭很痛 然後看不清楚的東西 有一點想惑 然後我見不對路 副導演就走了 我沒有事的導演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見我不對路 那文師兄就過來跟我說 你站在那個位置 最多朋友站在那 那他不早就說 可能他不想打斷我 他不想讓你感受一下 拍這些東西嘛 年輕人 真是很奇怪 他一進走我 他進走我已經不太辛苦了 他臉是青色的 我有點綠穩的 可能某程度上 在拍攝過程的導演是最大的 我不知道那些朋友會不會是 你最大一個就搞你了 文師 文師應該是說 他站在那個位置 是很多人跪著 看看發生甚麼事 剛巧他就蹲在那個位置看過螢幕 是的 那些靈體都看過螢幕你在拍攝什麼 是的 所以你就最糟糕了 是的 我很多人都在看過的 我現在講到 甘露 你放棄 那就別來 吃吧 那我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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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吃 吃吧 吃吧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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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